《耶魯大學校長》 耶魯大學校長 這才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受過教育的標準 李查德萊文 大學有義務幫助社會 讓這個社會像大學一樣 成為一個每個人都有機會 充分實現自己潛力的地方 曾任耶魯大學校長20年之9的李查德萊文曾說過 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時 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 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 真正的教育 是自由的精神 公民的責任 軟大的志向 是批判性的獨立思考 是時刻刻的自我覺知 終身學習的基礎 獲得幸福的能力 真正的教育不傳授任何知識和技能 卻能令人勝任任何學科和職業 這才是教育 也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受過教育的標準 人為什麼要受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獲得知識 掌握技能 取得成功 贏得尊重 還是 享受樂趣 以下三位不同領域的名家 對教育的本質有助經人一致的認知 也許 這就是教育的答案和目的 一 教育不教知識和技能 卻能讓人勝任任何學科和職業 李查德萊文 Richard Charles 李韻 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 曾在1993-2013年任耶魯大學校長 上一季任滿20年耶魯校長的 還是1899年就任的亞瑟哈德利 德瑟特紋令夏德利 李查德萊文曾說過 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 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 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 因為 他認為 專業的知識和技能 是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願 在大學畢業後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 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 李查德萊文在學位授予儀儀式上 那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呢 李查德萊文在他的演講集 《大學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中這樣提到 耶魯致力於領袖人物的培養 在萊文看來 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 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 並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 通識教育的英文是 利波利亞education 即自由教育 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 其核心是 自由的精神 公民的責任 遠大的志向 自由地發揮個人潛質 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 不為功利所累 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 為社會 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 這才是來民心目中耶魯教育的目的 正如 《大學的觀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的作者約翰紐曼 John Nonrini 曼 所說 《只有教育》 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清醒和知覺的認識 《只有教育》 才能令他指明觀點 《時有道理》 《表達時有說服力》 《鼓動時有力量》 《教育》 《令他看世界的本來面目》 《切中要害》 《解開思緒的亂麻》 《識破此事而非的詭辨》 《撇開無關的細節》 《教育》 能讓人信服地勝任任何職位 《家興就屬地精通任何學科》 2. 教育不改變生活環境 卻能改變人的思維方式 2005年 美國已故小說家David Foster Wallace 曾在凱尼安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 《大衛福斯特》 華萊士在凱尼恩學院的畢業典禮上 華萊士是在西方有卓越影響力的作家 被譽為 近20年來最有創造力的作家 其作品曾入選 《時代》 《雜誌評選出的1923-2005年》 100本最佳英文小說 《演講的一開頭》 他講了一個小故事 兩條年輕的魚遇到一條老魚 老魚打招呼到 早上好 孩子們 這水怎麼讓 兩條年輕的魚繼續遊了一會兒 終於 其中一條人不住問另外一條 什麼事 《水》 演講中提到 一個成年人的生活需要早早起床 趕赴辦公室 應付8-10小時充滿挑戰的工作 然後去超市 做飯 放鬆一會就得早早上床 因為 第二天又得周而復始 再來一片 人 很容易在這樣的生活裡 形成無意識的慣性 無意識地翻手機 吸生活加速 陷入瑣碎的柴米油鹽 忽略身邊的人和視 冷漠 憤怒 抱怨 而不自知 就像開頭的故事一樣 生活在 水 中太長時間 已經不知道水是什麼 Wallace在演講中說到 教育的目的不是學會知識 而是集得一種思維方式 在凡所無聊的生活中 時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 Sake full up where you see 不是我 被集亂 無意識的生活拖著走 而是生活由 我 掌控 學會思考 選擇 擁有信念 自由 這是教育的目的 也是獲得幸福的能力 三 教育能讓你活得幸福 幸福取決於有意識的思維方式 泰勒本沙哈爾在課堂上 哈佛大學的 幸福課 封美全球 教授這門課的泰勒本沙哈爾 Tai Ben Saha Ne 教授認為 幸福取決於你有意識的思維方式 並總結出了以下十二點有意識地獲得幸福的思維方式 一 不斷問自己問題 每個問題都會開啟自我探索的門 然後 值得你信仰的東西就會顯然在你的現實生活中 二 相信自己 怎麼做到 通過每一次解決問題 接受挑戰 通過視覺想像告訴自己一定做得到 也相信他人 三 學會接受失敗 否則你永遠不會成長 四 接受你是不完美的 生活不是一條一直上升的直線 而是一條上升的曲線 五 簡化生活 貴貴貴貴多 對自己不想要的東西 學會說 NO 九 幸福的第一要素是 親密關係 這是人的天性需求 所以 要為幸福長久的親密關係付出努力 十 充分休息和運動 十一 做事有三個層次 工作 事業 使命 找到你在這個世界的使命 十二 記住 只有自己幸福 才能讓別人幸福 教育子女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個誠實的父母 工作 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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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